你知道在美国最受老美欢迎的中餐是什么吗 大家好,我是老院 其实在美国啊,这种中餐的自助 现在还是非常流行的 非常受老美欢迎 那我今天呢,带大家进去看看 里面有什么,可以吃到什么 价钱是多少钱 其实我们有四五年吧 没吃过这种自助了 今天是因为儿子比赛结束 离家实在太远,他又饿了 正好发现呢,这边有一家 所以就来解决一下晚饭 我带大家进去看看啊 其实这样的中式自助餐呢,全美都有 但是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呢,很少来吃 来的顾客一般啊,就是旅行团 或者就是老美 老美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中式的自助 可能他们是觉得这个食物啊,非常美味 而且呢,价格又很实惠 今天是周末的晚上 你们猜自助餐,多少钱一位 你说吧,也挺奇怪的 好像全美的这种自助餐厅啊 装修风格都一样 有点发黄的色调 然后呢,还有一些中式的装饰 另外呢,还有一个江湖传说 好像开这种自助餐的都是勤劳的福建同胞 如果你不相信老美又多爱中式自助 你就看看今天这家店的排队的盛况 我们今天呢,是第八号 后面又不断的来人 几乎呢,看不见华人 都是老美和老莫 一家子一家子的 生意简直了,太好了 这里的服务生呢,都可以说中文 我问了一下 他们说这里已经经营十多年了 生意一直很好 不是总有人问美国怎么赚钱吗 我是真佩服在美国的福建同胞 好像中式自助 食物、日本料理和很多给老美吃的中餐 全是福建人在经营 而且生意呢,都不错 绝对是赚钱的 这种放食物的餐台呢,也都一样 数量呢,也都是六个 我觉得啊,这都是标配 估计福建老乡们研究的十分透彻 一点不需要创新 它这居然还有生蚝 但是不知道新鲜不新鲜 我先试一个啊 新鲜是没问题的 而且还挺大个儿,挺肥的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这个是在美国的中餐馆的标配 酸辣汤 说句实话,我还觉得还可以 我每次都喝一碗 这个家里不好做的这个龙鳞鱼 这应该是蒸的吧 然后碎了,这也没关系吃点 饺子,还有这个茶鸡翅 味道还可以 带大家看看都有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老美来吃 这边呢,是所谓的特色 不是每个中市自住都有 如果有呢,价格就会比别的店贵一点 就是铁板烧 自己选菜给师傅帮你做 不过一份呢,最好要给一美元的小费 这个铁板烧啊 选几样蔬菜 配上肉 做份炒面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边是寿司 其实呢,都是不打样的寿司 不过可能是人多吧 他们还现场做寿司 冰淇淋呢,就是这种自住的标配 不过今天排队的人是真多 咱们再从前面开始看看 这是凉的 有虾 还有几种贝类的海产品 这个人在拿的呢,就是生蚝 这个很少有 我觉得是他们家的特色 那其实来吃饭的老美吧 他不怎么吃新鲜的生蚝 还有一些沙拉 这边呢,都是凉菜 辣白菜啊,蘑菇啊 土豆沙拉啊,蟹柳啊 木斗鱼啊之类的 那这边呢,都是老美喜欢的 咱们看看啊 有炸饺子 炸春卷,炸馄饨 炸鸡翅,炸鸡块,炸小香肠 基本上都是炸的 很不健康 所以老美胖子多呀 这个餐台呢,是中西结合的 有大香肠 蒜蓉面包 整块的猪排 还有鞠的蔬菜 还有美式做法 鞠的鱼,蟹柳,南瓜什么的 这个餐台呢,有蒸的龙鳞鱼 是一整只的 后面呢,还上了新的 还有螃蟹 炸虾 披萨 还有烧麦,还有酸辣汤,淡花汤 什么都有啊 看到最后呢,才是中餐 不过也是给老美吃的口味 芝麻鸡,酸甜口味的 还有几个炒的蔬菜 四季豆,西兰花 还有鸡块,口馍,虾仁 最好的呢,就是有大米饭和炒饭 对面呢,是炒面和米粉 这几样还是比较符合中国味的 怎么样 就这菜品,你们有胃口吃吗 哦,还有老美最爱 各式猴甜猴甜的甜点 还有一些水果 橙子,葡萄 那香蕉上呢,还要淋点甜的 猕猴桃和青瓜 你说这一顿下来能不胖吗 甜的呢,我是没敢吃 我吃了不少的生蚝 还有一些炒菜 感觉吃这个生蚝就能把本吃回来了啊 这是唯一像中餐的这些东西 吃点面条,吃点青菜 还有点肉 在这种自助里头啊 像吃回本,绝对是错误的想法 那我们来揭晓谜底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两个人 每个人应该是16块4毛9 然后加上税 再加上小费 一个人差不多就是20美金 一个人 已经吃完了出来了 这个生意啊,简直是不要太好 我们在那一会儿啊 就都翻台了 太多的人在排队了 那可能今天是周末啊 那确实生意好得不成样子 但是有95%以上都是老外 我们今天待这个时间呢 一共也就两三桌的中国人 我会订阅一下 是不是你看这个肖子 如果我注意了